对于罗廷伟的这个弃权 民进党的郭国文看到他的这一篇po文之后 写下最后写着连自家人都投废票 看不下去这一出闹剧了 国民党还要继续陪同白党堕落吗 郭国文更说 蓝白退回总预算和前瞻五期预算 原来国民党不在乎淡海轻轨 不在乎嘉义铁路高价化 不在乎集结发展 此外郭国文也列了几项前瞻五期的 预算编列 批评蓝白立委不想做立委该做的审查预算 所以要耽误全民发展 原立委郑立文则是替罗廷伟来缓辖 郑立文他猜测了 罗廷伟应该是由获得党团同意 不过郑立文也说 如果罗廷伟是因为担心罢免投票 他不认为投下了不赞成票会影响这么的大 反而会凸显了被民进党给擒勒 那倒不如请假不要来 程序委员会表决 因为是现场举手表决 那程序委员会各党的总召跟干事长 书记长都会在 所以他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旁边的人其实都会看到 所以我猜他可能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总召跟书记长的允许之下 所做的 因为他要做这个当场一定会被制止 然后一定会跟他讲说 你必须要跟大家一致投票 所以我不了解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是说我们不替他在选区着想 这个没有向他担心的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而且你在程序委员会 这个东西 我是觉得就算他有这样的一个疑虑 总召跟书记长也应该跟他说明清楚 跟他讲说必须在这个投票里头必须投票 因为在立法院有太多的场景跟情境 在这个程序委员会 我不认为伤害会这么大 因为民进党一定会 想尽各种方式是没有错 但如果你这样的话 你等于就已经被民进党成功的勤了 你就被绑架了 你就被勒索 民进党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所以我觉得即便他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总召跟书记长 不应该允许他这么做 对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还不如叫他请假不要来呢 请不吝点赞订阅